我已年于八十,在世上来日无多,想想在浩瀚的夜空中,在灿烂的群星里,有一颗并不明亮的小星星,上面留着我的名字。 我不知道这颗小行星有多大,亮度是几级,肉眼是否能看见,也许它只是围绕着太阳旋转的一块大石头吧。 我知道,人在做,天在看,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,我的躯体化成尘埃以后,这颗小星星还是要高高的在太空中注视着地球,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,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。